北京大妞杨子的爆款剧《沉香如蟹》正在如火如荼热播当中,凭借扎实的剧本和出众的特效,征服了不少路人,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,当初都是冲杨子才点开这部古偶剧,一口气看完前20集后发现,果然不负众望,两位导演在原著的基础上,增添了很多新鲜元素, 比方说,琉璃香蜜沉沉浸如霜,都是典型的例子,但杨子这次领衔主演的《沉香如蟹》完全不同,不仅把原著中的女主颜旦给演活了,为该剧贡献出了多个高光时刻,凭实力征服了全网观众,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拿下,同时,还把植物换化为两位妙龄少女,姻渊给二人分别起了不同的名字,一个叫芷熙,一个叫颜旦,这时候,杨子跟孟子义还没登场, 而是由两位小演员,来完成女主的童年事情,演技略显青涩,但十分符合人物设定,不经意间的插科打混,拉满了喜剧效果,为了进一步加深印象,姻渊还送了颜旦一个法器,名为不离着,谐音不离着,只要靠近他15步之内,就会飞走, 在大部分观众看来,所谓的不离着,就是他们二人的定情信物,这段情节还被不少剧粉拿来进行了二次创作,明明是一部古偶天花版,结果却被杨子演绎成了一部爆笑喜剧,浑身都充满了看点,毫不夸张地说,杨子的出彩表现,每集剧情都能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, 既浪漫又美好,起初大部分人都以为,这部《沉香如蟹》是一部十分俗套油腻的古偶剧,但看完之后就会发现,该剧有很多人耐人寻味的小细节,就像剧粉说的一样,《沉香如蟹》传达的是一种东方之美,在这对欢喜冤家相爱相杀的过程当中,任何一个年龄层的观众,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感悟,总而言之,这部宝藏剧《沉香如蟹》入坑不亏,值得拥有,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 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唯一一部爆款古偶剧,毕竟杨子跟诚意的加持,就是整部剧质量上的一个保障。